来自尼泊尔的问候,您好。我们想向您告知印度与尼泊尔之间有争议的土地,包括尼泊尔与印度和中国边界西北部的林比亚图拉之喀拉巴尼,以及尼泊尔与印度边界南部的苏斯塔。 2020年5月8日,印度通过利布列通道开通了通往中国曼瑟尔的连接道路。当印度当方面发布新的政治地图将这些地区置于印度时,这场争端也于2019年11月引发。 早在2015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后,中国和印度就同意通过利布列通道进行贸易和朝圣。 针对过去五年来印度方面的这些行动,尼泊尔分别于2015年、2019年和2020年向印度政府以及2015年向中国政府发送了外交文件。 尼泊尔西北与印度接让的土地纠纷的根源可追溯到1816年当时的东印度公司与尼泊尔政府之间的苏格里条约。 该条约说,源自林比亚杜尔的盖利河是两国之间的边界,这是尼泊尔的立场。 印度生成盖利河在林比亚杜尔以冬月16公里处。 在此基础上,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侵占该地区372平方公里的土地,而在苏斯塔侵占尼泊尼泊尔的145平方公里的土地。 印度政府注意到尼泊尔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问题,并表示他们将在方便的时候参加对话。 然而,2014年成立的外交大成绩的机制至今仍未建立。 基于这些理由,我们要声明,印度单方面出版包括有争议领土和在该处修筑道路的地图,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永久和平解决方案的支持。 ! -! ! ! !